今天對於福士商旅來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們之前一直沒有好好介紹過 他們全新的電動車ID bus 那在今天我們特別抓到了一個時間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台福士商旅 史上首台採用NEB平台的電動車 它其實維持了過往 非常商務以及非常大型的一個樣貌 它擁有非常多經典的設計 它也帶來了非常多全新的設計 首先其實在配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過去福士商旅 非常經典的一個樣貌之外 它其實在車頭的整理部分 也搭載了現在新的貫穿式的燈組設計 以及iQ-Lite的一個燈組的配備 還有其實在車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採用了一個雙色的設計 我想這個也跟過去來做了一些經典的致敬 旅圈的部分我們今天目前現場的展示 這是19寸的旅圈 而且配上了一個電動車專用的一個輪圈的配置 今天這台車它是短軸的車型 它的軸距是2988mm 是接近3米的 而且如果你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其實在前旋以及後旋的部分 是縮的非常的短 這個也是目前電動車的平台 它們非常常使用的一個設計 另外其實透過它一些線條的整理 讓它的風阻係數是達到了0.285CD值 這個是非常良好的一個風阻係數 在車尾的部分 依舊是採用了全LED尾燈的設計 並且帶有一些貫穿的線條 我們以短軸的車型為例 其實它的行李箱空間容量 基礎容量是超過了1100公升 而在後座放倒之後 它則是可以達到2000公升以上 順帶一提 它們這一次擁有的是標準軸距 長軸距以及cargo的車型 所以有非常多的車型讓大家來做選擇 另外其實在台灣引進的時程部分 我想應該會到下半年才會正式的來做導入 至於在車內 當然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新的鋪陳 例如它採用一些水平的線條 例如它的配色 甚至是在科技感的部分 5.5吋的全液晶的儀錶板 以及12吋的中控螢幕 並且採用了最新的系統 所以在這台車上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關於經典 以及關於創新的痕跡 而且現在因為它是電動車 所以它在底板的這個部分的整理 以及在中控的這個部分的整理 都變得非常的簡潔 但是實用性是依舊不減的 其實在後座的部分 我也依舊感受到它擁有非常大的一個 乘坐的空間 而在動力的表現部分 它搭載是一個超過8G KWH 的鋁電池 並且可以帶來400公里以上的續航表現 最大馬力214P 而風速流力31.6公斤米 這個是關於它動力的表現 充電的效能 如果你搭配的是170KW以上的一個直流的充電的話 它在5%到80%可以在30分鐘以內完成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充電效能 至於後續表現如何 實際等它進來台灣 我們再來好好的期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